他根本要个不来 他可能考虑到他来了 不知道怎么回复你就干脆不来了 你有实话是说呗 有啥事咱当面把话漏开 你别逼得太紧了呗 其实吧 也不紧 都是两年多 严丑三个年头了 严丑他也三十岁了 真的我想的也很简单 也跟普通老太太是一样的心情 咱们虽然说记得要孙子 但方式方法上可以注意一下 不要去干涉 你可以做意见参考 他更不能去说 做什么换药啊扎眼 另外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他其实来了 你收拾好眼泪 好好跟他说 他现在在第二现场 我们隔着屏幕先跟他聊聊 你来走 好吗 来 我们打开第二现场 你好 你好主持人 您贵姓 我姓刘 我叫刘欣 我之所以没有露面 是因为 因为之前 我和婆婆在电话里的时候 经常会说到这个话题 一说到这个话题 她就特别的急 然后 会生气 我不敢面对她 我怕 我怕她生气 从事 我也心疼她 你对这个生孩子事的态度是什么 我的态度是 我不是不生 我是想 等我事业再稳定一下 再等两年再生 你爸妈的意见怎样 其实我爸妈跟我婆婆的态度是一样的 两边都逼啊 两边都一样 他们都天天的催我 那你丈夫呢 我丈夫支持我的想法 你丈夫支持你 你看 最关键是主要的问题没有解决 有叛徒 这样吧 无论如何 您还是 出来跟阿姨聊一聊 很多事情 可以当面解决 老师藏着椰子也不是个事 你说呢 你考虑一下 妈的就是老脸都喝出去都来了 这个生一个一套房 生两个两套房 生两个再加五十万 来吧 欣欣 欣妈一面 不是所有的女孩都有这样的机会哦 来吧 你考虑一下啊 来 让她考虑一下 好吧 来 把第二现场关闭 让她考虑一下 看得出你的儿媳妇是吃软不吃硬的 你要是声色利润 反倒不促生事情的进展 你要柔化 以柔克刚 你可以磨脸 但是呢 不要太过于重烈 行 你就慢慢边说边摸眼 她会同行 好 好吧 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搜主意还是什么 其实说句实在话 我内心并不完全赞同老太太的说 我并不完全赞同 我觉得其实大家忽略了一点 就是她的儿媳和她的儿子 现在是在北京 他们在沈阳 那说明他们其实是事业型的 跟事业型没有关系 我觉得事业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你是说你挣十万是头百万是头还是一个亿是个头啊 它没有完你知道吧 你永远觉得上面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 要是这样我觉得六十岁也没法生孩子对吧 对对对 我觉得八十岁也会有她自己的梦想 我真都听不下去了 你们难道只为自己的梦想活着吗 但是我们也不能 老年人你们的父母是他们一手把你们拉扯大的 他们的感受你们就这么忽略吗 所以说我觉得你们也应该体谅一下别人 不要心里头只装着你自己 但是我也觉得不能够战成70后的想法 八十年代开放以后 就是说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思想 现在已经退出了 再大 你应该做再忙 也忙不过你传宠接代 咱们中国说话说的好 当年媳妇当年孩 今年都第三年头了 我连个盼望都没有 我不说急着 但是起码给我个准信吧 让我心里落个体吧 但是阿姨您的想法是站在您的角度 我觉得相信孩子子女的话 她是希望得到人生的自我实现 而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父母给我的 那样的话其实她就是一个付出品 我曾经也是为了那个人生的阶段的问题 觉得还年轻不急着要 等到真的想要的时候生不出来了 所以呢什么阶段什么年龄就应该做什么事 真是这样 我也是这么想 同意郑老师意见 我也反对我也反对 因为我觉得我觉得这个问题足可以解决的 现在好多明星都可以是这样子的 如果觉得以后自己老了 身体机能不好了 生不出孩子了 或者自己的卵子不好了 那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 在最好的时间可以把这个东西 放到香港的一个银行里边 把它提取出来 存上等我想要的时候 我再去要 但是你也受罪啊 又存次又什么的 又说什么什么的 这些过程你们考虑过了吗 是不是 对于女性来说 三十岁之前生孩子对于自己的身体来说是最有好处的 过了三十岁 你的身体机能都在走下坡路 三年五年什么五次三番的流产 这是非常常见的现象 很危险的 待会你要用自己的经历 好好地告诉这个儿媳妇 这个时候生孩子是最佳时期 对 是的 因为事业 智林老师在这个 在这条路上 生孩子的这条路上 吃了不少苦头 你待会一定要 以自己的 帮帮我 对 现身说法 帮帮我 来我们试一下 看看儿媳妇 今天会不会聊现场 再试一下 来来来 嗯 赵丽我还是要问你几个问题 看你是否有所改变 如果他来了之后 他依然坚持 两年之后 你能妥协吗 呃我会 不像以前那样 会心听气和地跟 心心好好商量 嗯 嗯 我们 尽量能达成共识 是没有问一下 你是想要个小子 还是要个孙子 要个闺女 呃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我是一个比较开明老太太 呃要说心里话吧 是上来上去都一样 只要有一个就行 有一个就行 有一个就行 现在国家也给政策了 把手放在按键上 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五四三二一 请按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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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挺为难的 其实 其实我和我婆婆的感情 真的就像我和我妈妈是一样的 因为婆婆是一个特别开明的人 嗯 那就上了 我 你现在的工作状态到底怎样 现在属于一个上升期 嗯 属于一个小领导 然后 我是希望再稳定两年 如果两年之后 你非但没有稳定 反而被别人取而代之 那怎么办 这场又可能发生 职场嘛 顺息万变 是 但是 那你还生吗 呃 孩子我肯定是会生的 只是说现在 我觉得自己还年轻 然后希望趁自己年轻 然后有这个干劲 有这个冲劲的时候 再去劈一下 无论你做到董事长总经理 都没有做妈妈这么有成就感 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我就是一个天然的例子 也可能这段没有办法播出 但是我真诚的跟你说 我结婚四年 如果你愿意可以播出 我觉得你的你的个人经历 对很多在孕育孩子的一些女孩面前 很有说服作用 对 就是我结婚四年 虽然我一结婚就打算要孩子 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34岁了 就先得了甲状腺炎 这个病吃了很多药都不能够要孩子 然后那一年就没有药 然后第二年再要 就是公外孕 第三年 第四年 各流产一次 你想想我现在的身体是什么样子 你最近一次流产是最近的吧 就是我上次没有来录制节目 你知道吗 我最后一次流产的时候 已经完全麻木了 当我第一次公外孕的时候 那是痛不欲生的 当我第二次还 我最后一会儿说 就不要来 我去买那个 我最后一会儿说 我最后一会儿说 因为我这次不是 我最后一会儿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